我跟你講 我後來就覺得 釋緩則緣 其實第一時間我聽到的時候 我馬上把新聞連結 傳給小燕姐 我說小燕姐我很難過 所以我那一天都在 沉浸在那邊上 然後我也想 我要寫什麼文字 然後我甚至把小學時候 那種情景什麼的都想好了 結果第二天 是個烏龍 而且我其實第一時間 除了傳給小燕姐 我後來告訴了 北流的董事長 小燕姐 我就說 小燕姐 我們是不是應該 在辦一個體驗音樂會這樣子 他說 蛤 怎麼會這樣 我來想一想這樣 所以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動作 但是我覺得先私底下 等確定好再說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他會影響多少人 那有可能他的親戚朋友 比如沒有住在身邊的 也會嚇到啦 我覺得還是 不要這樣開玩笑 所以以後有關我的消息 你們是可以問一下 我身邊的朋友 再發 好不好 探握探握探握 太帥了 文靜啊 文靜啊 你說哪個會 沒有啦 老文靜啊 文靜啊 我不能在錄影大看你做的 對 非常遺憾 所以我今天看到我們是 諸葛亮兩百集 我們是兩百零一集 特別節目一定要來 跟諸葛亮先生 我們職業的部分 可能是節目的收視表情 也是他們的頻道 對他們的分享 還有紅波節目 那你在劉恩正世界的看法 一定要這麼難嗎 分享一下嘛 我們大家聊天嘛 我跟你講 我後來就覺得 時緩則緣 其實第一時間我聽到的時候 我把它把新聞連結 傳給小燕姐 我說小燕姐我很難過 然後我就自己在拍歌單了 我就想說 電台準備直播播一點 我想再來就是臉書和愛情直播 然後唱 我要唱 自己唱 對 可是因為第一天真的太難過了 因為我國小就很喜歡他嘛 大家都喜歡 對 而且就有點遺憾是 我們進這個圈子 沒有機會能採訪 我們太晚了 太晚了 那所以就一直覺得 啊怎麼會這樣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的新聞看到的是 它有很多細節 來說明它很孤獨 什麼它一個人沒有被發現 要是有人就 所以我那一天都在沈浸那天悲傷 然後我也想 我要寫什麼文字 然後我甚至把小學時候那種情景 什麼的都想好了 結果第二天 是個烏龍 那我就發現說 有時候不要太快 就慢慢來 你整理好 你再去做一些 不管是評論 或是分享 對 那其實這次的新聞也都是 幾個念頭太快了 對不對 對 那所以我覺得 這也都是我們學習的機會 很好 就是你剛剛定調的四個字 釋緩則緣 對 所以這就是淘汰現在的節奏 很多事情不用講 不換 對 那先體悟一下 結果發現事實真相在後面 對 這樣其實更好 而且我其實第一時間 除了傳給小燕姐 我後來告訴了北流的董事長 小麗姐 我就說 小麗姐姐 我們是不是應該拜一個 紀念音樂會這樣子 他說 怎麼會這樣 我來想一想這樣 所以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動作 但是我覺得先私底下 等確定好 再說 我因為這個事實在 那個劉文正大哥 我愛你健康 好像整個不法討論的 對 健康長壽 對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年紀越大 到了一個 你自己看過很多人生風景之後 你就知道 很多事情我們事緩則原有 有時候慢慢來比較快 就是這個會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它會影響多少人 那有可能他的親戚朋友 比如沒有住在身邊裡面 會嚇到 我覺得還是不要這樣開玩笑 所以以後有關我的消息 你們是可以問一下 我身邊的朋友 再發好不好